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就是跟影像处理有关系的 第一个 我们现在不管老师您要做教材也好 准备教材或是同学你可能在做作业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怎么样 拍萤幕上的画面 对不对 最常见的如果大家没有任何软体 你都会用的那个快速键大家应该都会吧 键盘上那一颗 可是如果你会用你假设是用那个 你至少要会搭配一个快速键 叫做Alter 因为如果你按那一个 是全萤幕 全萤幕包括哪里 是包括最下面那个 工作列啊那些狸狸狸狸狸的 你是不是到比如说你如果到office系列你要把它采取一下 那么如果你 搭配我们的Alter 它就只抓作用中字窗 就是你Alter按着再按那一个比如说你看我假设这个 我把它再缩小 假设我只想要抓这个画面 那么你就是Alter按着再按print screen 这时候就是只有这个 这个画面 最后都是让它抓架 这个是在你没有任何软体的时候 你至少要知道要加一个Alter 这样会相对比较容易用 那么 我们现在介绍 给各位这个是另外一个 好您在这个大家的这个 有一个叫做看一下应该是 来我放在这个 简报互通沟通区 放在这边 因为 礼拜二上次放在这边 那么 各位您的画面 就先切过来一下好 但可能在找会比较容易一点 好 那个网站上的资料把它下载之后 在这个地方 这个不用安装的 是让你让它网站去下载 它是用安装的 只要把那个资料夹抠出来 它就变不用安装 所以它没有额外东西 那么 您看一下这里就有一个 好就是一个pickpick就执行 所以如果您有执行之后呢 您的右下角 我们这边Windows这边可能会藏起来啦 但是 如果您是SP 应该会看到就是有一个 调色板在这里 那我们一般最常用的 我们在截取画面的时候 其实最常用的会用在哪里 局部而已 比如说我想要抓这个画面 那么 您可以来这边看一下 点到它 从这边 那当然它不只是 截取萤幕的功能还有其他的 我们最常用的应该就是这两个 就是所有的 这里 就是 有一个叫做矩形区域 矩形区域应该是最常用的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视窗控制项 好视窗控制项 那我们先来试看看 矩形区域 假设我要抓这个画面呢 你看 我从这边把它刷起来矩形区域 所以你就 它会变成十字 你可以从头 用拖一的 你可以在起点按一下 中点按一下 都可以 这样我就刷起来了 好就抓起来 那 它你抓起来之后呢 它本身呢 事实上就是有一个 影像处理的功能 所以您可以在里面 比如说这是广告 我不想看到它 选到它 告诉它 这里 做个马赛克 你把它马赛克一下 就好 好那这是一个 那另外呢 我们重点如果说你想要把它摆在这里 我可以用这样矩形把它框起来 然后告诉它 在这里 重点在这边 好那你可以在这边再打字 好那你可以在这边再打字 好那你就把它的颜色大小的设定好 这样就OK了 甚至你如果像这个填满 有没有 都很简单 那 所以其实 它方便就方便在这里 那你这样做好了之后 这些如果万一你要修改 点到它都可以再修改 有没有 点到它都可以再改 好那 等到你做好了 我就复制 现在呢 我在Word里面 我们就开一个新的 贴上 就过来了 对不对 就合起来了 当然如果你要改这个 框的这些线 这边就不能改 因为它是合在一起 就合在一起 所以 这个是它本身就有的一些基本功能 那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刚才有没有抓了好几次 因为 如果您是 希望按那个print screen的 就是用Windows的剪贴部 剪贴部 永远仔细的最后一次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说 你有时候我可能要用到这一张 或者是用到哪一张 那你就很抱歉 再抓一次 对不对 总是比较麻烦 只要你这个软件还没关 那我就可以随时回来 好所以 你如果当然你想要直接存 把它存下也可以 它也可以直接把它存下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我这样就不见了 那么这个使用上应该 在这里应该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这个跟我们一般的使用差不多 所以这个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 抓的方法就是 举行区域 那么 有些时候我们可能会需要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点到 然后 好比如说我到 我的首页 那这个画面很长 请问你要抓几次 才抓得完 不要那么 勾矣 对不对 要抓很多次 所以你来看一下呢 在这边它有一个 就是所谓的自动卷动 自动卷动 卷动视窗 好 你只要告诉他我要这个视窗 他就帮你卷下去了 所以有些时候 也许你可能刚好你的页面会比较长一点的 那么你透过这个方式 就可以让它比较 容易就看到 这样是完整的页就下来了 所以有时候可能你在做成果的时候 不然你要比较长的 就像这样把它抓下来就好 好所以这个是还蛮 蛮好玩的一个 东西给各位参考一下 这个叫TikTik 好那 因为都已经中文了嘛 所以你在使用上应该就没有太大的 困难 好